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红糖发糕 原汁原味,简单又省事 跟着我一起做起来吧 看一下里面气孔均匀 按压不回缩,不塌陷,特别的绵软 首先大盆中倒入50克红糖 加入600毫升的温水 先把红糖搅拌融化 一定要把红糖搅拌融化 红糖水中加入酵母5克 泡打粉3克,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搅拌均匀 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500克面粉 边倒边搅拌 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成这样细腻无颗粒的红面糊状 盖成盖子 发酵40分钟 发面的同时 我们来准备几颗大枣 把大枣去糊 切成方形的颗粒状 切好的大枣放入碗中备用 看一下,面糊一发至快满盆了 表面全是这种小泡泡即可 我们给它搅拌一下 排出里面的气体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把底下那个托儿给它拿掉 放在壁帘上 把边缘处放一层油纸防粘 倒入醒发好的面糊 然后摆入我们切好的大枣碎 大枣碎完全摆放好后 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10分钟 醒发至容器8分满 这时候盖上盖子 开中大火 先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蒸30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真不错 特别蓬松 出锅 抽出油脂 给它脱门 给它脱门 稍微晾凉 给它切开看一下 掰开一个看一下 看一下,气孔均匀 蓬松用渲软 这样做的发糕 是不是特别的省事儿 如果你喜欢吃红汤发糕 可以试试这样做哟 我是海账美食 我们明天见